陳美玲為慶祝出道50週年紀念 將會於9月14日及15日 在香港文化中心舉行兩場美麗人三半世紀演唱會 她兩年前曾經在醫館開過港唱會 形式與今次不同 她今次演唱會會選唱一些香港觀眾熟悉的歌 例如《再見19歲》、《忘憂草》及《珍珠淚》等等 我讀去來不必退 面臨是困境未憔悴 提到她與聲夢傳奇的學員鍾由美 都是14歲出道 她就覺得都是一件好事 如果她們有這樣的夢想 有一個舞台 讓她們出來面世追求夢想 我覺得非常好 她記起當年自己熱愛唱歌 不時做義工獻唱 最後被音樂人發掘做歌手 嘉義進軍華影壇 17歲再轉戰日本 我不是打算做歌星 但喜歡唱歌 突然間做了歌星 被人找我錄了一首歌 那首歌就紅了 我突然間做了歌手 亦都好像無端端一樣 我過去又突然紅了那麼久 做了那麼久 都是很神奇 離鄉月井 現在想起她們就覺得很大膽 只要因她又不會說話 而今年65歲的她 其實是一位市單福媽媽 她三個兒子都畢業在那家名校 可以說是家庭事業兩得意 擁有半世紀未來人生 其實也不是 人體好 人體人好 我覺得是 當然我是很感恩的 很感恩 不過又有病過 當我在 有一次是 忍退了 之所謂 沒有做了 去了加拿大讀書 從加拿大回來 回到日本唱歌 我爸爸又過了生 我最愛的爸爸 他過了生 那時候真的覺得很痛苦 回到日本唱歌的時候 就不行了 一兩首歌之後 就跟公司的意見分歧 那時候是很迷惘的 都掙扎了很久 家裡又說 快點結婚吧 後來我回到媽媽鄉下 在貴州 她的小朋友就突然間來 阿姨我和你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唱一首歌 是歸來的賢治 真的感動到哭 我突然覺得 原來是這樣的 上天才讓我做歌手 所以就解決了這個結 頭條日報 十六周年 HAPPY BIRTHDAY 我們不可以 好